从黄先生提供的照片看 前挡风玻璃上有块瓷砖 附近的玻璃已经破裂 这幢楼一共28层 在20层左右的位置 外墙有脱落痕迹 黄先生怀疑砸窗的瓷砖就是来自那里 杭州萧山的安明珠广场 一共有三幢鞋子楼 记者注意到每幢楼上都有一块区域被划上了叉 另外黄先生停车的位置没有划线 为什么打有叉叉 他们肯定已经是看过了 这个瓷砖已经存在的空谷 那物业为什么不提前通知一下业主贴个告示 通知一下让我们提醒有知道说 这个地方有存在安全隐患 我们不能在这里停 然后第二个 我们在这里 他在这里上班已经很多年了 然后车位大家这一排 你现在也看到都是一排这样停着 车位不够停的时候 大家都是这么一排都在这里停着的 那你如果说物业是知道这种情况的 你没有贴告示 那我们在这里停 你也不来通知说 这个有安全隐患 你不能在这里停 那你说应该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黄先生说 他这辆丰田威兰达是新车 被砸伤后采取上的牌 现在要换前挡风玻璃 引擎盖重做油漆 维修费用要5500块钱 杭州萧山南岸明珠广场的物业管理方 是同营物业 事发后 物业在附近墙上都张贴了通知 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安全 另外把一部分车位挡住了 因为这东西不是说我们一方那么承担事情 因为这不是人为的 天在人后的东西 但我看你那个地方都画了很多叉呀 画叉的对 就是上次我也会检查 检查检测过一片 那些就是有问题的地方 对检测过的 那怎么没修呢 修它业务会的吗 200多万的业务会也没那么多钱呢 上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检测是应该是去年检测了 王经理表示 他把问题上报给了公司领导邵总 原本双方说好了 下午三点前给答复 结果范女士前脚刚走 后脚她丈夫的同事又来到物业 少总就说你说我等会儿 我就打电话沟通 你要不要我沟通 然后她的语气是多应的 我给你十分钟 我在外面等十分钟 这么高的少总说 高的这是谁啊 是不是 刚刚是来的车主 现在又来的 到底是谁 谁都搞的一台事情 是他们的人事 他们人事知道 我老公的车被砸了以后呢 他就心里想着 想帮忙来跟物业讲讲 没想到说是 讲了以后他们少总不高兴了 然后我协调完以后 我只跟我老公说了一声 我说少总说三点钟给我答复 我也没说啥 然后我就自己上班去了 范女士说 这个小插曲是个误会 物业总归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记者提出能否和少总沟通一下 记者他说 下给你说几句 光厂是吧 是地下 下 哎 多几个月 嗯 有个币号 那边 他是公民期间 找司法成续 1818黄金也记者报道 我没说过 他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